好同学们 在进行下一步之前呢 我有个优化的建议 就是还是我们就已经说了的 就是说重复的代码 其实我们到上都可以 把这个重复的 把它的特征找出来 然后用一个独立的函数来实现 避免代码里面出现很多 拥有的代码 然后导致就是 程序的可读性变差 好吧 那么你像同学们 这里有个 像这个 我们去 比方说初始化 是吧 初始化 为数组的 这个老鹰也好 你看我们这个老鹰 这四个格子 所以我们会把老鹰的 这四个格子都设为四 对不对 但是你看 它的XY坐标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I J I J加1 I加1 J I加1 J加1 然后你们看下面的这个坦 这个 去坦克往前走 把它清零 把它设为200 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 你看 坦克 初始化 都是一样的 那我为什么 同学们 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写在一个函数里面来实现呢 对吧 为什么不把它写在一个函数里面实现 而搞这么多容易的代码呢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定一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 其实就是设置 设置这个道具 写在这里 设置这个道具的这个地图 好吧 叫这个方法 那么需要传递的参数呢 无非就是下标 这个因为这个二维二元 二维数组 它是全局的 对吧 我们只需要知道它的 就是当前这个元素的 它的下标 一个xy坐标就行了 还要它设的值 设为哪个值 是吧 所以你就inter x 然后inter y 然后 然后就是这个它要设置的值 值 好 我们来实现这个方法 把它放在这里 直接怎么样啊 在这里的话 直接你看 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 只是把这个地方改一改 这里是y 对吧 这里是y 下面是y加1 然后y加1 然后 然后这里是x x 好 后面就是你要设的值 设为0 你就传一个0进来 对吧 好 那么在很多地方 我们就直接可以雕用了 你看 这个就是 一个是x 一个是 一个是y 刚刚这里是设为0 对吧 那么 然后 下面这个 就新的x 和新的y 这里设为200 对吧 你看 很多地方 以前写这么多行代码 我现在一行代码就搞定了 是吧 还有 还有很多个地方都可以定用这个 好 下面 这个也可以改一下 是吧 好 洗的地方 以后 敌方的坦克 我们照样都可以去 是吧 它也占四个 占四个这个格子 那我们照样也这样去设计就可以了 OK 来 看一下这个 是否 OK 这个先关掉 再运行 没发生错误了 看一下 呃 这里 没有声明 啊 好 漏掉了 上面的声明呢 好 再进行 可以了 再试一下 大家看啊 对吧 坦克啊 跑起来了 想怎么跑就怎么跑 对吧 好 你看 能跑的地方都可以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吧 这个 这个 就是代码 写代码 就是不能说 能达到效果就行了 写代码一定要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不断要对代码进行优化 不断对代码进行重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 就是提醒大家注意 实际 软件开发 就是模 什么叫模块化 就是把这个 呃 程序会议 发分成很多的独立的部分 以后 当某个部分 进行改动的时候 我只要改这一个部分 就行了 好吧 因为它相对 都是比较独立的 OK 好 先到这里